大家好,今天我继续来当接盘侠 这是一块群联的硬盘 当事人说在周边找了一家做资料恢复的 但是并没有成功 于是我就变成了他的接盘侠 硬盘我看了一下 这个主控肯定是被干过了 因为主板后面都已经硬盘发黑了 另外这里有一个路模式的短接点也被焊过 而且主板后面这里还磨掉了皮 现在这一块硬盘上电 它是成一个短路的状态 可以听到有电流的消叫声 不知道这个硬盘的原始故障是短路的 还是被干过主控以后才被短路的 但是我个人更偏向于后者 因为主控旁边这里已经爆锡了 这里中间还夹着一些锡球在这里面 其实像这一种二修盘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要么就是颗粒被干过 要么就是主控被干过 要么就是全部都干了一遍 我相信同行那边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才会选择干颗粒或者干主控的 因为我之前也跟一些同行交流过心得 干它的目的也非常的纯粹 就是怀疑虚悍导致它的不识别 实际上在我们正常使用过程中 95%以上的概率是不太可能会出现虚悍的 至少到我手上的硬盘是这样 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固件挂掉了 要么就是局部短路或者是外围供电 引起的一些故障 大家看我视频的时候 我也不是一到手就马上直接会干 这个主控或者颗粒的 如果一定要干它 那就要先给它找一个干它的理由 好比如说今天这一块就是因为主控暴息了 所以我有理由先干这个主控啊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用热成像先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余 看了一下 好像就这里在发烫啊 这是一个电源芯片 稍微有一点点黄 其实也不是很烫啊 一般像这种电源芯片发烫的 也不一定是电源芯片坏了 有可能是附近有短路的地方 因为我看到这个主控它现在是暴息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主控干下来 再做进一步的排查 这一边的焊盘我已经给它清理干净了 同时为了方便排查问题 我还顺便把它这个电源芯片也一起给它干掉了 现在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供电周围有没啥问题 这里好像短路了 再来看一下其他的 其他地方好像没啥 因为这一边的这两颗电容它是并联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电容给它扣掉 再来研究一下 好的 第一颗已经被我扣掉了 再扣第二颗 电容扣完 我们再来测量一下 这边应该是接地 另一边 已经不会响了 我们现在把这里一个主控以及这个缓存 还有这个电源芯片给它重新安装上去 主控以及缓存这边我又给它重新干好了 现在我们来连机测试一下 上机之间 轻松秒杀 我估计啊 这个盘的原始故障 可能就是这边的电容短路导致的 然后上加发现 这个盘怎么短接都不识别 怀疑可能是主控虚悍了 然后又把主控还有缓存全部给它干了一遍 发现还是不行 最终在这个坑里面越陷越深 然后就放弃治疗了 虽然现在这个分区可以识别到啊 但是这个硬盘估计在上加那边干的时间还是有点长了 现在这个状态灯是一直在这里狂闪 不出这个盘幅 像这种被干到主板发黄还可以识别到的 也可以算是医学奇迹了 待会用PC3000直接给它做一下镜像就好了 按照的 是一方的 Boy 我们正在这边 你现在的 看来来